这个是酸合一的产米花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产品 它是就像炸米花 大家炸米花都吃过吗 以前我看过一个视频 它就是拿那个正常的大米 然后油炸之后炸起来炸米花 然后我试了没有成功 后来呢我就看到有这种黄金米和这个是毒香米 还有这个紫薯做的这种大米 它这个是细凉 它是粗凉 变成细凉 改做成细凉 然后呢我发现它拿来炒啊油炸啊 巨好吃 就是我们吃那个什么老头 你什么老头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啊 超好吃 非常的简单啊 连盖子都不用都能做啊 他们就这么翻炒它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爆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可以转一个小火 然后继续翻炒啊 有条件的话啊 有条件的咱们就可以煸一下锅 让它受热更均匀一些 好 等它完全炸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啊 你看现在你检查一点 没有问题了吧 关火 这个就是炸米黄啊 三合一的 奶香的味道啊 有奶香油 还有咱们这个白糖 还有咱们的按比例调好的这个 呃 柴米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好 现在我们不是做完了吗 拿个容器给它装上 放凉了之后啊 它就像一个饼一样 特别好吃 你可以拿一些小模具啊 什么形状的都可以啊